到局门口又出现长长人龙 从巷头排到巷尾 开卖一个小时就全部售完 因为终于可以多买了 许多民众第一天就抢先来买 投入零钱就拿到两叠厚护的口罩 知名制再放宽 4月9号开始 成人两周9片 儿童两周10片 而且不分单双号 每天都可以领 你看就那么多 钥匙柜台忙个不停 口罩实名制 药局负担大 每天几百人进出 就有药局建议 要规范民众全程戴口罩 因为药局通常像跟药室的互动 民众跟药室很难保持1.5公尺 所以我们这些民众 在进到药局的时候 会都建议他戴上口罩 也是保护民众自己 排队民众大多有戴好口罩 但是紧贴彼此 没有保持距离 口罩数量充足 不用急着买 还是避开前几天的人潮 更安全 大约新闻